在餵飽了小蘭之後 大家知道一般人最常養的寵物 就是狗、貓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訓練方式 讓牠們跟我們更加的心靈契合 但是 我的小蘭可以訓練嗎 其實我很困惑這件事情 今天就要邀請 採訪到這一位專業的寵物訓練師 有狗又有貓 這些都是你的嗎 對 都是我的 你總共養了多少寵物 我養了三貓兩狗 所以今天看到只是冰山的一角 可是又有狗又有貓 牠們可以和平相處 可以啊 OK的 真的假的 我在想說牠們不同的寵物 應該感覺會打架啊或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不會 牠們在一起可以睡在一起啊 玩在一起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有 誒科雞對不對 牠叫得過來嗎 牠養多久的時間 十四年了 已經十四年了 嗯 那這一隻是什麼 這一隻是澳洲牧羊犬 牠現在四歲 所以還有另外一隻貓咪對不對 對 牠是誰 Devil Devil 喔 Devil 牠現在 正在觀察周遭的環境 貓咪是不是其實 會對一般的那個環境比較敏感一點點 對 一些新的事物啊 牠們會去觀察一下 牠好可愛喔 牠的耳朵是 這個像蛇耳貓 這叫做捲耳貓 嗯 捲耳貓跟蛇耳貓不一樣 捲耳貓牠沒有像基因上的缺陷 是 牠是出生之後牠的耳朵會有90到180度的轉變 那牠的耳骨是硬的 會像人的耳骨一樣 嗯 所以牠們都會一些基本的動作這樣喔 像什麼坐下啊或是趴著啊這種 可以 沒問題 牠們可以看一下嗎 牠們有叫得過來嗎 牠哥呢 好可愛喔 坐下 牠們握手 妳好棒 我的 阿 妳已經做過了 好 好棒喔你們 但是說穿了 其實我們要訓練牠們 欸 實務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除了食物之外 還有我們的互動 我們跟他的微笑 稱讚 其實會比食物來得更好 對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跟他講話 或是其實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一般我們要透過訓練 為什麼要訓練 其實訓練就是讓他比較有禮貌 你可以帶出門 現在很多百貨公司 交通工具都可以帶他們上車 或進百貨公司 但我們不希望他亂吠叫 亂咬人等等 就是乖乖的走在你旁邊 然後可以安靜的一直陪你去逛街 那你要怎麼觀察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訓練他們 要透過什麼方式 我們可以透過食物 然後最棒的就是用稱讚的方式 對不對 稱讚他們嗎 對 其實狗看得懂人類的表情 所以就像 就算我們沒有食物 你也可以吃吃好棒 你好乖 可以用你最大的 最棒的笑容 去稱讚他們 他們看得懂 你好棒 好乖 非常好 現學現賣 是不是 這個要學起來 這一招你就可以跟你們家重做溝通 對 沒有錯 那他們這樣子有一些基本的 我們帶出去可能不會吵到大家 或是亂咬人 亂廢人 可是他們有沒有什麼 特殊進階版的才藝 有 以你的專業度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蠻厲害的 可以幫我們示範幾招嗎 好 沒問題 來 你咧 你要幹嘛 他可以跳圈圈 真的假的 真的 跳 哦 哇 真的沒想到 原來家裡的寵物 經過訓練之後 彷彿真的能聽懂主人的話耶 不過是所有的寵物 都能訓練嗎 好的 剛剛看到 狗狗貓咪們賣萌好厲害喔 但是我今天其實有一個 特別的任務 這一位神秘嘉賓 我覺得剛才看過就有點可怕 但其實很可愛耶 你是誰 她不是小蘭 她是誰 她是松詩熙 而且她的顏色好可愛 然後這樣摸 她就一種很溫馴 很舒服 很享受的感覺 是的 她是你最近的任務 對 她是我最近新訓練的對象 你連她都訓練 松詩熙都訓練 Why 對 松詩熙耶 她跟小蘭一樣都是蜥蜴 在不同的品種 那 你貓啊 狗啊 幾乎應該是 月貓無數月狗無數 你有沒有特別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更特殊的 你訓練過的動物 我訓練過魚 訓練過雞 訓練過蛇 訓練過兔子 這些都有 訓練雞 對 你說 我們在吃的雞 對 我們在吃的母雞 會下蛋的母雞 你沒事訓練雞幹嘛 要幹嘛 Why 訓練雞其實不是要對他做什麼 而是我們可以訓練我自己的技巧 OK 所以訓練雞是一項可能在你們的領域裡面很值得挑戰的事情 對 就是可以因為雞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我可以訓練我的想片的技巧啊 怎麼在對的時間點獎勵到對的行為 怎麼訓練 台灣有嗎 台灣沒有 其實我是飛到美國去訓練的 好 然後你最近要挑戰的這一位是嗎 宋師熙先生 要訓練他一開始我們要做什麼 好 就可以訓練了嗎 一開始回來不建議馬上訓練他 所以我會先讓他習慣知道我是誰 我可能是提供他食物的人 那先讓他有一個舒適的空間 像也要提供水啊 然後或者是瓷磚 因為他指甲會長長 所以他可以抓 就讓他抹指甲 嗯 他這樣子啊 跟你培養感情 他知道你是誰嗎 嗯 現在已經知道我們是誰了 然後知道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連結 就是聽到聲響知道食物會來 所以他已經慢慢知道 這個人每天都會提供食物給我 然後聽到這個聲音就是我的放飯時間 所以聽到聲音就是跟他的一個連結很重要 對不對 那我可以怎麼幫你呢 好你可以幫我按一下叮叮兩下 然後我會把食物給他 好 那因為有些是我們剛剛在裡面放幾隻蟋蟀 是活體 他有時候自己會去找他 是 那另外是蟲 那蟲的話是冷凍乾燥 就變成我要晃動 讓他覺得這個東西是動的 不過還是要以西方的狀況為主 因為他會告訴我嘛 我可能現在不想吃 我現在不想動 他等一下會閉眼睛 如果他不吃的話 就是眼不見為盡 真的假的這麼有個性 欸有東西吃耶 哈囉 好那我來試試看好了好不好 好我們試試看他會不會做 好好好 響鈴囉 來喔 吃飯喔 好脆喔 所以訓練蟻需要非常多的耐心 是 你就是要慢慢去等他 那除了這樣之外啊 我們還可以怎麼訓練他們 還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像我們自己做了一個 就是這種標記棒 那我希望他碰的時候 我會給他東西吃 是 這也是一個連結 這是一個連結 所以像國外有很多 因為他比較小隻 國外有很多大蟻 可能太大了 沒辦法抱他 那我們要去幫他秤體重 就會利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這叫標記物 我們就讓他碰碰碰到體重計上面 我們就可以得到正確的體重 所以透過這方式 其實 就像媽媽狗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訓練 在生活上 其實 更加的便利 然後 也可以跟他們有些互動 對 簡單來說 我覺得養寵物就是 你要有耐心 而且你要有愛心 重點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訓練 可以讓我們 跟他有互動啊 有情感的連結 然後 在生活上也可以更便利 對不對 當然最重要的是 愛他就不要拋棄他喔 好嗎 謝謝Micky 謝謝